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 9月份將在美國上市 因其強大的中共權貴背景 專家認為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 是權貴資本披上民營的外衣 上華爾街圈錢的國際化操作 不過這家被外界稱為誠信透支的企業 在香港購買的上市公司 卻因為財務醜聞 8月15日已經宣布停牌 據大陸財新網報導 8月15日上午 阿里巴巴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阿里影業 由於潛在財務違規行為 無法按上市規定公布上半年業績 發布了停牌公告 阿里影業是阿里巴巴在今年3月 耗資62.44億港元 收購由太子黨董平控制的 香港上市公司文化中國60%的股份改名而成 阿里影業7月發布的上半年盈利預警 聲稱今年上半年大事虧損 營業額同比去年上半年下跌了70%至75% 而在美國東部時間8月12日 阿里巴巴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遞交了最新修改過的招股書 在其中終止了阿里巴巴與小微集團 從2011年7月起生效的框架協議 取而代之的是兩者兼股權和資產購買協議 小微集團是支付寶的控股母公司 2011年7月 馬雲私自將支付寶轉出阿里巴巴 轉入馬雲控制的小微集團的名下 卻在事後再和阿里巴巴最大的外資股東 美國的雅虎和日本的軟銀商談 在支付寶沒有被轉移出阿里巴巴集團之前 集團對該公司享有100%的股東權益 其中雅虎和軟銀作為持股超過50%的股東 對支付寶擁有同等比例的股東不益 而按照此後的補償協議 阿里巴巴集團只能從募股總估值中 拿回37.5%的現金補償 金融時報14日報導稱 支付寶仍然不會由阿里巴巴擁有 其控制權將保持在馬雲手裡 經濟利益將由他的小圈子獨享 而紐約時報同日報導說 因為阿里巴巴不會向公眾披露 小微集團的任何財務狀況 外部人士還是難以確認這些信息 不過 種族的確能在未來遭遇困境時 為他們提供一些保障 此前 紐約時報還曝光了馬雲的太子黨背景 其中包括簡黨魁江澤民的孫子 中共縣常委劉雲山的兒子 中共元老陳雲的兒子陳元 王震的兒子王軍等 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指出 中共權貴藏身馬雲民營企業之殼 在美國華爾街圈前的手法遠比中東北非那些獨裁者們高明 阿里巴巴曾經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申請上市時 因為其不可公開的合夥人制度 導致上市沒能如願 今年3月又高調啟動赴美上市 目前正籌備9月紐約首次公開募股 公司估值獲達2000億美元 號稱創造出史上最大規模募股 紐約職業律師葉寧認為 阿里巴巴來到美國上市 對華爾街和小股民可能都是一場災難 如今 曾經給予馬雲支持的太子黨們 紛紛在反腐風暴中倒下 今年1月 文化中國董事長董平 船因捲入周永康貪腐案被帶走調查 陳元在薄熙來倒臺後離開了國開行 而王軍也因為郭美美事件被當局帶走 目前 中共紀委巡視組正在江澤民老巢上海 和江蘇窮追猛打 而阿里影業最新自報的 公司過去一段時間存在會計違規行為 評論認為 再一次向投資者釋放了警示信號